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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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经济的帮助 他说这个微小的帮助 还需要报税给送回给Uncle Sam吗 他说这个逻辑不符合 不对 所以这方面两个问题 会计师要请Steven 请姚宁刚来谈一谈了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上次礼拜二的时候就说过这个情况 那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失业 失业以后那会造成家庭生活的困难 所以呢 后来就政府出了一个强迫性的这种失业保险制度 因为我们大家都想到的是失业金 失业金是好像因为我失业了 政府就寄给我的 这个实际上跟政府救济没有关系 政府不是在救济 政府则是强迫了一套保险制度 让每一个工作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利 那么政府则是出了一个政策来建立这个制度 而不是说政府在出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知道我们每人发工资的时候 在我们工资单上会扣我们的税 这个税呢 有三种 一种就是联邦所得税的预扣 那么第二种呢 是我们叫就是social security 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的退休金 它很像也是一种保险 我们现在退休金很像也是一种保险制度 有的国家甚至很简单的 像加拿大就叫social insurance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medicare 也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 就是说退休以后要65岁以后 看病的那个医疗保险的那个费用 也是用这个抽税的方法来建立起来的一套保险 在这个之外呢 又有额外的东西 这额外的东西呢 就是说大家在自己报税的时候不知道的 那是在背后由你的雇主来掏钱 对每一个员工的工资发放的时候 他同时要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叫两笨钱 这个都叫做就是失业保险收入 那个税 那么这个钱拿到政府那边以后呢 就是比如政府贷管的保险 这样当于一个 那么什么时候有人失业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就是有这个雇主交出去的钱呢 就是就放在一起 以后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基金 然后呢来发放给暂时有失业的人来用 但是呢 这钱从那个失业的那个 那个我们叫像我们德州叫做Works Commission 就是失业保险局 这样当于一个 那么由他们来付了一份这份钱呢 他要让雇主再掏出来的 举个例子讲 假如我今天我失业了 然后呢到失业保险局 他说每个礼拜给我600块 对不对 这600块拿了以后 他会向我原来的雇主去要这笔钱 他有两种方法要 一个就是说你们 你们立刻给我交这个钱 就是说那么我呢 就是就是不会涨你的税率 如果你要不交或者没有钱 你们公司也困难 因为往往公司要来off人的话 自己也困难 那没有关系 我们呢会把你的税率打上去 这个呢就是这个两种办法 他把钱要抽回去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拿的退休 我们的我们拿的失业金 都是你的雇主在掏这个钱 这就是我们的雇主 也不敢随便把你给lay off掉 因为lay off掉的话 他照样是要出这笔钱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很多人很有意思的 他lay off了以后 一去拿那个失业金以后 没过多久 他们的公司就来信了说 我们现在又有职位空出来了 你要不要先要回来就能说 这个样子 哇朋友们现在知道 这个背后的运作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对 所以政府政府啊 是靠政策来调整这个世界的 而不是说真正他能够掏出多少钱来 所以说这个失业救济 这个并不是真的是联邦政府送给大家的 不是的 那么联邦政府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说联邦政府不是可以给你 match什么300块一个月 600块一个月 他也从你手里头 每个老板还是要交一笔钱 每年要给那个联邦政府的 那联邦政府呢也很有意思 那联邦政府这个基金 都是直接发给大家的 它是作为一个总基金 然后呢有点像我们的中央银行一样的 那么各个商业银行 如果需要钱的话 可以像中央银行去贷款 对不对 然后呢各个州政府也这样 各个州政府如果 比如说我们德州政府最近 比如说失业太厉害了 把我手头积攒下来的那么多钱 都用光了 老板呢 那好 他没钱了就没法放 这个不行 这个还是正开劳工利益 所以呢 中央的这个就是联邦的这个东西呢 就出来开始帮忙了说 你们德州最近不好 那我们联邦的赶紧拿一笔钱过来支援你们 把这个钱就交给你们 交给你们 你们州政府就可以马上就有足够的钱 去支付这个东西 那支付以后怎么办呢 下次再报税的时候 老板要根据那个州政府拿了多少钱 然后呢联邦政府会调整他的一些那个税率 然后呢 老板还得要把这个钱掏出来 总而言之 这笔钱都在你老板那边掏出来的 就是说 是啊 哦 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了这一个 这个金额 这个额外的金额 我们有的时候有人说 哎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 工作都不用工作 这个比工作还要多 不要想的那么轻松 没有那么好玩的 无论如何我们的 我们的 所有的消费的钱 总是要有人创造出来的 就像 哪怕我是一个乞丐去讨饭 对不对 这个饭 那我讨来的饭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还是有人 在那辛苦的劳动以后 做了以后 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 以前大家 整天在说 哎呀 又有救济了 又有什么救济款了 又有什么很开心 那有的人在那说 啊这样就很麻烦 这样来做出的 imbration 就是挡架吧 印钞票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很简单 我就跟他就开玩笑 也就是说 我说 钞票很好印的 但是面包里没法印 哪怕现在有3D打印机 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好 好 这个是一个 所以刚才说的那位朋友 用这个理解了以后 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朋友说 他孩子大学毕业 找不到工作 不能去领 这个救济金一样的 因为没有老板给他交过这个税 所以他没有办法符合 当然 从这里面再拿这个福利出来 好 那么 好 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就说 老板交了税 我也交了税啊 我们都交过税啊 但是现在没工作 已经大半年八个月了 我现在在领政府救济 要不然一家老小肚子怎么保呢 那现在你还要我再把 还要我再交税 拿这个救济金交税 救济金 barely make a living 可以 恰恰可以 勉强糊口的这样子的情形 你还要我交税 我拿挤的出税来 这不合逻辑嘛 你既然要帮助我 为什么还要我吐回去呢 我们听众说 这个逻辑上不符合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子看呢 这个呢 要看这个逻辑是什么 逻辑的基本点 出发点在什么地方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钱不是救济给你的 是你买的保险 不是说你老板帮你买的保险 所以呢 不存在救济 这个基本概念上 不是一个救济 就好像我们买了医疗保险 对不对 我病病了 并不是人家给我保险公司 给我的救济 是因为我买了保险 是拿回来的钱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拿失业救济金 跟你 有没有其他收入 比如说你要投资收入 和你家里有没有财产 是无关的 你是百万富翁 如果你失业了 你照样可以去领的 并不是这个是为了让你 就是你没饭吃了才给你的 这两个不一样 如果没饭吃了才给你的 那是另外一类的 就像我们说 Social Security 有个SSI 这种 那是真的是你因为家里穷 实在没钱了 他给你的 给你的付的Stamp 对不对 这些东西 那才是真正叫救济 这个救济呢 实际上跟你 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你没有掏任何钱 过去 因为你没有买保险 你没有掏这些钱 你掏的钱是你自救 我买医疗保险 我是自救 因为我今天掏了钱的 那这是一种保险 就是我们叫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大家都在买保险 对不对 那么我有病了 别人当然出来喂我 如果我没病 那么别人病了 人人为我 就是我 我为人人 就是这一说事 所以这是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社会运作的 一种一种理念 在那个现代的这个金融 金融社会的一种 一种非常那个 那个成熟的一种 一种表现 就是已经很好的 一种商业化的操作 才会有 那么你一个 一个家庭的风险 他可以 到整个社会去 来消化你 而不是说 靠你的亲戚朋友 周围的邻居来帮你 步过难关 因为这个 这个破太小的话 你就很难 举个例子 讲我们有个 有一个病了 现在会看到 谁谁得了什么 不知之症 需要大量的钱 然后呢 要靠人家来救济 对不对 然后捐款 就是说 那捐款是很辛苦的 我记得很多很多 二十多年 可能二十年前了吧 但是有一位人 就得了癌症什么的 最后好像中国教会 开了个音乐会 来救助他 知道他已经不可能活了 但是呢 为了考虑到他家庭 孩子们还需要费用的时候 搞了这样一个音乐会 最后就捐了大概 三万四万的钱 那么其实 如果他自己 如果买一个人寿保险 那就很简单了 每个月可能 要不了几十块钱 那你可能有 一百万的保险 那么你也不需要 这么辛苦的 让一个很小的社区 来承担你这个风险 你可以大招 就是说 全国范围内 甚至全世界范围内 因为那些保险公司的运作 甚至全世界的 全球的 那么这样的话 互惠的话 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了 因为你要把你的风险 穿到十个人 那么那个十个人 也是相当大的压力 穿到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如果穿到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一亿个人 那就每人可能三分五分 一块两块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么我们的社医保险 也是这样的 它整个社会弄好了 那就不一样了 那美国有三亿人口 那三亿人口来承担 某一些人的这种风险的话 就比较容易做成 这就是保险的一个概念 就这么说 OK 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看 来讲 那么所以说 这个就算是在 每个礼拜三百块钱的失业救助 还是得要缴税的 对 当然有的时候 在特殊情况下 政府可能出台一些 比较仁慈的 很仁慈 比如说 比如说 这次RIS的话就是说 OK 这是 以前没有过的 就是说 如果你拿了那个 就是睡衣金的话 那么 你头一万块钱 可以免税 这个的话呢 就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OK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为 但是这也应该不会是 这会是一个长期以后的固定政策 还是 这是特殊的 一次性的 就只为2020年拿这个 失业金的人的一个特殊的照顾 OK 所以 因为这次不概念太大 问题也太大了 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东西 暂时的 就好像刺激心 每人给你什么1200块钱 还是600块钱 还是1400块钱 这不是说年年给你 每月给你 有人当然说 希望每个月有 这个那就不可能了 因为说 救急不救穷 这是没有办法的 OK 所以 这个是为了因应现在的特殊情形 所做的一个举措 但是呢 不会last long 他会有多久呢 这一点知不知道 永远不知道 那就是每年税务局的规定了 税务局 当然还是需要立法的 就是说 有那个议员们有提出结案 说这个老百姓最近非常非常的 当然 当然实际上他提案 也是老百姓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想要这个制度保持下去 那你要向你的 你自己的地区的议员去申诉 说啊 你这个政策需要保下来 保护 保持下来以后呢 我们继续可以享用 那么那议员呢 那议员呢 就会向那个议会去 去取决提法案 然后呢 议会里头呢 根据各个 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其他人是不是也这样想的 那么呢 展开辩论 或者什么 最后呢 投票 投票以后说 可以的 那么就保下来 就像我们税法改变 也是这样的 那么都是这样子 美国的整个 这个制度的 这个硬作 就是这样一个 简单的过程 所以说 所有的 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你就要积极的 向你的所在级的议员 去申诉 说我们想要怎么样 你是我们的侯实 你是我们的representative 对不对 那么你就要把我们的想法 递交给政府 这是你的责任 就是说 OK 所以在今天呢 朋友们 这个听众朋友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其实在听到的时候 在接到的时候 都觉得 这个论点是对的耶 应该是这样子啊 应该是这样 的确啊 我想 Steven 我们在刚开始听到 尤其是讲到叫做救助 我们通常来讲 救济救助 我们这些都是慈善机构 慈善的一个举措 对方是需要特别的帮助 那怎么这个Uncle Sam 还这么冷血的呢 这个是 还从这里面还要在 我们这位听众说 他从这里面都还要捞一点 OK 他就是因为 从这里面捞了一笔 才可以救助更需要的人 因为理论上来讲 税务局的职能 就是说 军贫富的职能 就是说 他是要把 那个社会资源再增配 也就是说 那么 你交了以后 你收的 我作为税务局来讲 他想要 他叫 所以我们叫 内务 内务部嘛 内务部 他所谓内务 就是纳了税以后 他拿了钱 才可以提供给政府 去做事情 那么如果他这边 不拿钱回去的话 政府的再分配工作 就是给你的资金啊 那种东西都拿 没有钱了 那么 就必须是税务局 先把钱拿进来 从一部分人手里 转到另一部分手里 这一种再分配过程 所以 加州的 有个税务部门 它叫 Equalization 也发生了 Equalization 就是说 我跟他们开玩笑 就是说 这个是个 这个军贫富机关 就等于说 他要把台上再分配 因为税的 税的目的就是 再分配财富 就等于说 很简单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 用一个 更ethical的 作为整个社会 来讲 更人性化的 来提供 这个社会的 这个资源的 重新分配 就等于说 OK 所以是这样子来看的 好 所以 我刚才突然想到 这个IRS跟美国政府 应该很开心 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应该 这个把声音档 把它变成英文翻译 寄给他们去 他们一定会 很开心的听到 会觉得 哎呀 黑锅杯酒了 有人帮他们 讲话 对啊 到时候 以为我们是 运用电台了 真的是 他们觉得 黑锅杯酒了 这会有人 帮他们 仗义之言 分说分说 不过呢 说实话 真的是 我想就 我们一开始 也跟 在节目开始前 我还跟Steven 谈了一下 就是 不同的角度 我们来看 这件事情 去看这个缴税啊 看这个补助款项的税务方面 的确是不同的角度 心情不一样 但是呢 以整个更大的层面来讲 还是需要 就是一定要有足够 一定要有放 才能够再帮助政府的话 这一个政府机构 政府方面 才能够再有资金 来帮助其他的人 否则的话 这 那么就是 人民穷 这个政府也穷 那 其实要跟政府比起来 人民一定会更穷 我没有办法得到 足够的帮助的话 所以我们在 今天呢 和 杨宁刚呢 对于在 听众朋友提出来的 和税务啊 相关的问题 为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么在 现在已经是 5月24号了 其实在 报税方面 已经往后延了 就是正规的 报税日期 往后延了一个月 但是呢 在其他方面 像是 延税延到 9月份 10月份 或年底 报税的那一个 还没有改变 是不是 普通延税 是没有区别 但是呢 这是 政府暂时的 在你没有延税的情况下 说我们德州居民 可以在6月15日 报税就行了 有点说 当然你6月15日 还是不行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再延期 就是说 那这次延期 要大家注意一下 你不可以用电子 来报延期 必须要邮寄 除非你在 4月15号前 把它做到 可以用电子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用这个 本来电子 是为了方便的 是啊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说不定到最后一刻 比如说6月10号的时候 政府出了一个 那个 222 是说 行 这样的太麻烦了 你们也可以用电子吧 但暂时来讲 稍微不允许这样做 就是说 是啊 所以说在现在来讲的话 不可以 就是延税的 这个资料必须是邮寄的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很不理论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 除非大家还是一样 就是说 如果向你的议员去申诉 然后最后可能 他会出一个新的规定 就是说 可以了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区别 你记 劳民伤财的 除非它是为了提高 就业率 造成一些就业机会 比如说邮寄的话 你当然就是会产生 新的那个工作的机会 就等于说 那这个是 实际上是一种 一种消耗社会资源的 一种做法 当然 这个东西 就并不是很合理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这样的规定 有很多时候 出来一些规定 我们不能理解 包括我自己也不能理解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在背景上 是他有他的道理 在这个地方 也许是帮邮政系统 增加一些这个资金吧 一些收入 也可能是这个样 好 来 8点58分 我们在这里呢 今天和杨宁刚会计师 所带来的节目 在这要暂时告一段落 还是要提醒大家 别忘了 我们在这个明天 新闻 local news之后 会有杨宁刚会计师的 你问我答 睡睡平安 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 也快关心 再次的谢谢杨宁刚 带来的节目 谢谢杨宁刚 谢谢我们下一次 谢谢大家 下次下次空中再聊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